我心丹情愿为妻子竹马输血 直到凭血休克为止 只因我的奶奶得了重病需要治疗 当了多年的一栋血斩 迎接的月是奶奶死亡的噩耗 当晚我跪在奶奶的遗体前 终于接到了柳如烟打来的电话 可开口却是30秒钟的狗叫 听筒那边传来尖锐的绩效声 我气得身体发抖忍不住质问 这就是你丢下我的理由 很快电话被他的竹马拿过去 开个玩笑如烟替我喝酒书了 你要是玩不起就当我们酒后胡闹 被掐断电话我收到柳如烟竹马 发来的包厢照片 换成以前我可能会 不断地打电话发消息质问 我拎着行李不告而别后 他却慌了手脚满世界找我 他说我错了没有我他不能活 我抱着奶奶的骨灰盒 不哭不闹走进殡仪馆举行葬 没有一个人来 因为我是守护柳如烟最讨厌的人 讨厌到他要逃婚 要在新婚之夜抛笑我去参加单身派对 要在奶奶的尸体前让我学狗叫羞辱我 其实柳如烟为了伊藤诚抛笑我 我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我只是柳如烟为伊藤诚准备的输血根据 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会无视买来的一人 逃婚把奶奶急得心梗发作抢救无效死 我按照奶奶的遗言 摆上他年轻时和爷爷结婚的照片 跪在地上很久正准备抱走下葬 突然看见了柳如烟 以及跟在他身边的伊藤诚 如烟给小猫举办葬礼会有人来 伊藤诚怀里捧的一个骨灰盒 旁边柳如烟柔声道会有 猫猫也是我们的家人 我已经让助理通知下去了 会给猫猫一个盛大的葬 猫猫的葬礼冰壳如云 而我奶奶的葬礼连个人影也没有 我压下心底的酸色想要绕开 但柳如烟已经看见了我 你跟踪我柳如烟愤愤怒地说 能在殡仪馆这种地方遇见实在太巧了 他理所当然地怀疑我跟踪 我不想和他浪费时间撇开视线转身想走 却被伊藤诚拦住 他笑得明媚眉眼带着明惶惶的挑衅 纪伯达你别生气 那晚我举行单身派对游戏输了 如烟替我大冒险不是故意羞辱你们 既然来了也一起参加猫猫的葬礼吧 可笑因为要参加伊藤诚的单身派对 所以丢下我众目回回家讨婚 因为要替伊藤诚大冒险 所以选择最不重要的我羞辱 但也仅是自嘲而已 心里再无其他情绪 我冷冷对上他的视线不用了不开 话音刚落柳如烟就已经把伊藤诚护在身后 一副我欺负了他的模样 纪伯达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从前我还会同他争辩和现在 我一点和他说话的欲望也没有了 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到我累了 嗯让开把我转身离开 身后柳如烟的表情有些震愣 这是我第一次不因为柳如烟护着伊藤诚 而大吵大闹安静离开 柳如烟走出挤不拉住我的手段 这个骨灰盒是谁的为了跟踪纠纠缠我 你不会去偷骨灰盒吧 他指的跟踪是一次次书卷后心境昏倒 给他打求救电话 被他驱解成我探听他的行踪 是奶奶一次次背下病危通知书 去公司大楼求他见奶奶最后一次 被他误会成制造物 我看着趾高气扬的柳如烟想解释 但绝望席卷全身根本张不开嘴发不出声 算了他哪一次认真听过我的解释 我不想和他们浪费时间 重重甩开柳如烟的手 柳如烟眉头不自觉拧起强势拦住 纪伯达你今天吃错什么药了 就因为我婚礼上提前走了 一腾成已经跟你解释了还要怎么样 解释就要原谅吗 柳如烟你少在这里犯病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轮不到你来说我什么 柳如烟自私狂妄因为是首富 所有的人都会顺着他的心意 从前我也是给一腾成输血做他的地下男友 我无数次唾弃卑微如狗当输血工具人的自己 可我内心明白我对柳如烟有爱 甚至还无耻地庆幸因为奶奶生病 可以和柳如烟继续纠缠 但奶奶死了我和柳如烟的 那点可笑羁绊断的彻底 逃婚羞辱都让我对柳如烟 爱慕之心彻底破碎 我看着柳如烟冷冷开口我们离婚吧 我很快又反应过来我和柳如烟连证都没 根本没有离婚一说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纪博达我和一腾成只是兄弟 你不要再无理取冒了 一腾成是顾家养补因为两人是姐弟 所以我的吃醋变成了破坏姐弟感情 在外人眼里就是无理取冒 可是感情跟姐弟有什么关系 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可柳如烟错拍身离开 可还没卖出几个 身后就传来一腾成的惨叫声 结我流鼻血了快快输血 一腾成有一传性血有病 此时他正捂着鼻子血从手缝里渗出 而且是万中无一的熊猫血 只有我才能给他输血 我脚步微顿脑子里下意识想跑 可还没走出几步就被柳如烟喝住 纪博达快给一腾成输血 不可能我从小相依为命的奶奶 刚刚被他气得心梗发作死亡 绝对不可能再给一腾成输血 我抱着骨灰盒想跑 几个保镖就从四处围了上来 柳如烟你放开我 我奶奶已经被你们害死了 我不可能再给一腾成输血了 可柳如烟只是吃笑走近几位 抬手将我手里的骨灰盒打碎在里 这又是从哪里学来的新花样 连自己最爱的亲人 也要用来做牵制我的筹码 纪博达你真是丧心病狂 我脑子一片空白 根本听不清楚他说什么 奶奶被他们害死 现在连骨灰都被他们打碎 我颓然坐在地上脸色惨悖 崩溃地发不出一丝声音 柳如烟看到我这副样子 眼底闪过心疼 刚要上前几步身后 纪博达就倒下了 他眼底的心疼转瞬即逝化成浓浓的害怕 还愣着干什么马上送去医院输血 保镖将我从地上拉起 我疯狂挣扎卑微地祈求柳如烟 不能输血柳如烟 我身体机能已经到达极限 在输血我会死的我没有骗人 今年累月的输血 已经彻底压垮了我的身体 医生告诫在输血会有失血休克的风险 柳如烟猛然看向我你说什么 纪博达在地上发出呵呵的冰死喘息声 柳如烟几乎在一瞬间就做出判断 纪博达为了不给伊藤城输血 你真是什么谎话都编了出来 我如遭雷击在柳如烟心中 我竟然已经可以拿奶奶的死 和自己的安危撒谎 我到底是有多丧心病狂 但此时我已经顾不上愤怒不满 奶奶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 要我好好活着长命来分 我是奶奶留在这个世界唯一的语言 眼泪模糊视线 我激进卑微地跪着祈求柳如烟 柳如烟你放过我这一次吧 等我养好身体以后你随便输多少多 但现在不行我会死的我真的会死 可柳如烟只是定定站着 眉眼的不忍飞速上 接下来是圣人的冷漠 真管推进静脉针定剑 快发挥药下 我伸手死死抓住眼前的模糊人 嘴里拼命恳求放过我吧 双眼无力地闭上陷入巨大的黑暗 可没等多久我就因为失血性休克 被匆忙推出来送往医院 病人情况紧急查出有潜藏遗传病必须 医生吞吞吐吐 柳如烟不耐烟地呵斥必须什么 结扎满是寂寂 柳如烟冷笑一声 我柳家给这医院捐了多少栋毛 你不会吃就滚蛋 医生擦了擦额脚的汗声音发抖眼点一带 不结扎就不能输血 柳如烟手指微微蜷缩眼底情绪复杂 不过几秒就嗓音尖色地开口结扎 手术灯疏地亮起在睁眼屋里空无一人 我昏迷了一天一夜 手背上红肿的针孔招式着我输血 起码两个小时以上 我下体疼痛似乎感受到了 什么拉过一个护士来问 您当结扎完不要太激动伤口会出血的 我如躁泪劈气地吐出口血来 我蜷缩在病床上心如死灰 可没来得及悲伤柳如烟的助理就来了 手上拿着一个骨灰盒 助理看着我眼底满是不忍 这是您母亲的骨灰盒 骨灰已经悉数装进去了纪先生一探看 我呆滞的目光恢复 清明抱着骨灰盒如何真好 助理犹豫再三支支吾吾地说 刘总替您做决定 结扎也是为您身体着想 还有骨灰江总并不知情 在他心中您还是很重要的 我想笑但嘴唇干肋的清澈 就疼得令人心慌 那又怎么样骨灰和我他一个都没放过 助理动了动唇终究没说什么 只是给了我一张墓地的银片 说已经买好了墓地直接下葬 我很不想去但我没钱给奶奶买墓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 将奶奶的骨灰送到墓地 亲手将盒子掩盖 陪在墓地前哭作了火 正准备离开又看到了柳如燕和伊藤城 助理说这个墓地是纪伯达跟预定的 我们直接站了不好吧 柳如燕没有答话 他已经先一步看见我 纪伯达 我没应声而是直接掉头往另外一处走 可柳如燕却几步走了上来拉住我 道你懂什么 我狠狠甩开他的手楼连往前走 我怕我会忍不住在奶奶的墓地前事态 甚至做出杀人的错误事情 柳如燕嘴角锦里神色茫然不耐 我知道她生气了我太熟悉她了 以前只要柳如燕一有这种表情 我就会害怕地将所有错误 都揽在自己身上卑微顺错 从前是对她有爱现在没有了 柳如燕的情绪和我再没有关系 滚开我依旧冷脸要走 柳如燕终于有了一丝慌神 她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这次我走后就再也不会回来 她破天荒地没话找话 这么多天没联系我奶奶怎样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柳如燕 这么多天但凡她听进去一句我的话 给医院打个电话确认 就不会说出这么愚蠢可笑的话 可她偏偏没有还是像往常一样 随心所欲心安理得地将所有错误推向我 我继笑看着她奶奶妈在那 我指着目的讽刺看着柳如燕 柳如燕眉目明得很厉害 双手攥紧但很快又松开 给自己找到了制高点 怎么可能既不打你又想骗我 我闭了闭眼自嘲一笑 柳如燕偏执狂妄 不想要的答案她都会下意识地忽略 她是首富怎么可能有错 我想将死亡证明目的 登记彤彤彤给她看 但是身体虚弱光是站着 就已经花光了所有力气 我头脑眩晕五年来的成百上千次输血 已经让我的身体只剩骨架撑住皮脑 里面的血肉精神统统被输走 我蹲了下来坐在地上缓缓 胸痛乏力冒冷汗 都是典型的输血后遗症 输完血后结扎身体机能严重损伤 来不及休息就马不停蹄地 将奶奶腿被吓走 压抑的情绪和疲惫的身体 刺激着我的心脏 跳得快得不正常有几秒 我觉得快死了 柳如燕看了我很久 喉咙上下滑动 到底没有询问出声 我靠在墓碑前微风扶面 恍惚让我想起初遇柳如燕的第一面 她是西装笔挺前促后拥的首富 我是忙着毕业达便找工作的普通大学生 云尼之别隔着天欠 如果不是伊藤城的病 我们根本不可能遇见 可柳如燕却说她喜欢我 我不傻也不信烂俗的故事 会发生在我身上 她特招我进入公司 给我送礼物 送亲手做跪到下人的午餐 带我长见识 我无可避免地沉沦下去 那时候想着 柳如燕这样的大人物 能从我这种普通人身上 得到什么呢 难不成能要我的命 是啊 她就是要我的血要我的命 狠地砸了奶奶的骨灰 亲自下令让我劫砸 自从成为伊藤城的血库后 我特别失水 有时候一睡一整天还迷糊不清 我又睡着了在醒来时 看到我浑身血凉的影 奶奶的墓已经被挖开了 工人正将伊藤城手里的骨灰 放入坑里面 而奶奶的骨灰 被随意地丢弃在一旁 你们干什么怒气直冲吗 我瞬间清醒将工人推到一边 谁允许你们这么做的 伊藤城满不在乎的 不过是你随便找来骗如烟的骨灰 给你换一处就是了 何必装成这束欺负你们的样子 我将伊藤城狠狠推到一旁 抢过工人手里的铲子 将奶奶的骨灰重新放进去 疯狂填土 一个木儿以纪伯达你又在发伤 柳如烟抢过铲子难笑我 旁边伊藤城武拙手上 绢绢冒出的鲜血 虚弱地朝柳如烟喊 解好疼啊 鞋止不住 柳如烟毛子按了按看向我 纪伯达你有必要跟一个病人争执吗 害他出血受苦的只有你 旁边跟随的护士熟练地下车 要给我打针定计拉去梳洗 我握着铲子自卫愤怒 看向柳如烟 我死也不会跟你们走 我现在恨不得杀了柳如烟和伊藤城 柳如烟看我像看一只可笑的小狗 他一个眼神是一几个保镖 轻而易举地将我制服 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绝望席卷全身我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你会后悔的 我不会原谅你永远都不会 镇定计推入静脉 今年累月的注射 让我产生了抗药性 我没有完全昏迷 车上柳如烟看着我 绝强抓住他一脚的手 鬼使神差地拿出手机 拨下助理的电话 安排专家会诊 给纪伯达的奶奶做手术 那边助理疲惫地叹息一声 柳总纪先生说的都是实话 他的奶奶已经死了 就在您抛下他们去参加 逼腾城少爷的单身派对那里 还有葬礼上您打碎的补贵盒 正是纪先生奶奶的 纪先生因为输血结杂后不孕不育 并且气务废了未来 再也没法胸情 你说什么柳如烟全身发出细微的颤抖 有些崩溃到纪伯达撒谎成意 怎么可能说的是真的 然后是助理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此时也话里带着气负 纪先生奶奶的死亡证明 我发送到了您的邮箱 可您只是看到开头的纪伯达 就丢进了垃圾邮箱 纪伯达先生奶奶并未严重从未骗动 是刘总您对纪伯达先生怀有偏见 或者说是觉得不重要 您心里只有一腾成少爷 对不起刘总辞职报告 我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 说完助理已经挂断了电话 柳如烟惨白着脸 颤抖着吩咐周围的护士医生 刚才的对话一个字都不来 传进纪伯达耳朵里 这是做什么 是想用一句轻飘飘的不知道来拟捕过头 柳如烟什么时候也会甩这种小心思 我手指微微蜷缩脑子昏沉 再也思考不了任何事情 我浑浑噩噩的从病房里醒来 柳如烟不知道守了多久 她面容哭搞眼底无亲 纪伯达你终于醒了 柳如烟想要拉我的手被我木然的躲开 她眼底划过一丝失落 但又很快把情绪压下去了 朝我露出个笑 纪伯达这次你弄伤了伊藤城的手我不计较 下午我带你去看看奶奶吧 婚礼中途离席的事她肯定很生气吧 柳如烟打定主意要装傻 我讽刺看着她说出她所希望听到的话 我奶奶死了 柳如烟明显松了口气 但还是要装作差异 怎么可能你为什么不走多 她的演技很好 要不是我昏迷之前听到 真要被她骗过去 我露出摩比一个笑 柳如烟你敢说你不知道吗 柳如烟嘴角精灵和我对视精灵 毅然坚持说不知道 我轻笑一声闭上眼睛 再也不想看柳如烟一眼 我第二天就出了医院 柳如烟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 我都没有接 甚至到最后把她的号码拉黑了 柳如烟发了疯一样 联系了无数人寻找我的下午 我住在租的房子里整日闭门不出 独自消化奶奶的死亡 直到有一日我不得不出门门 楼底下柳如烟像是等待都市 直接拉着我的手上了车 我疯狂拍打车门要出去 可柳如烟却紧紧撞进我抱点怀 纪伯达你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想你吗 她嗓音阴仰满脸卷色 我狠狠咬住她的肩膀柳如烟吃痛松开了我 她赤红着眼面目有些争鸣 你到底在发什么疯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觉得可笑 她害得我奶奶心梗发作死亡 我也被她害得劫杂 现在居然还有脸来逼问我为什么离开 柳如烟那天在车上 你和助理的对话我都听到 柳如烟正愣几秒急切地朝我解释 纪伯达你奶奶的死我真的不知道 你别这样看着我我会受不了 人死不能复生 我会给奶奶买更贵的墓地安葬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她居然觉得奶奶的死可以弥补 我看着眼前爱了五年的女人觉得陌生无比 我冷冷看着柳如烟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当然你有权有事我都不过呢 但是你亲爱的一腾成弟弟还需要我的心 别把我逼急了不然我和他同归于尽 柳如烟不知道被哪句话刺激了 你觉得我自始至终都是因为 一腾成需要输血才找得你吗 我绩效反问难道不是吗 柳如烟强迫输血是违反的 之前因为奶奶的病情我们算是交易 但现在不是了再感动我 我死也要拉你一起下去死 我吼完这几句脑子已经缺氧了 不得不靠在车座上闭眼休息 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去医院柳如烟着急大喊 那样子像是什么珍贵的东西损坏 这种表情我只在他着急一腾成的时候见 换作以前我会受宠若冰 觉得今年累月的努力终于见效我热了冰山 现在只觉得讽刺无补 为什么总是要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005年里我几乎每天都是这种状态 柳如烟是瞎了眼现在才知好吗 时来的深情比草都见 我任由柳如烟拉着我去见医生 各项检查做完柳如烟的脸色已经铁青 他看着犹如临危病人的检查报告单伞音尖刺 为什么会这样 不是说输血之后鼓鼓就可以了 鼓鼓每次输完血后连医院人员都没有 每次我都蜷缩在病床上一个人缓上半天 直到护士来催促 才不得不强承起精神离开 我的身体我很清楚贫血严重 无数次昏倒被送进医院 医生都说要输血才能缓解一二 可偏偏我是熊猫血万中无一 柳如烟会强迫我给伊藤城输血 但伊藤城的血我一滴都别想你 我看着柳如烟这副伤心的样子 知道他此刻心情复杂 后悔心疼自责不足而易 但我心底毫无波澜 反而自虐式地生出几分快感 柳如烟给伊藤城输血到这个程度 算是欠了我一条命 我没想邪恩自重 只想过清静日子 我走了柳如烟正愣在原地双目赤火 最终没有追上来 我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 将身子养好了些 就准备出门找工作 因为需要随时给伊藤城输血 柳如烟要我辞职我不愿意 他就给我在公司挂了个公职 现在断了经济来源 我需要重新找工作 回到正常的生活里 我成绩还算不错一本毕业 学的是会计专业所需的资格证书 我都拥有 像刚毕业一样投递了无数简历 终于收到了一份不错的奥火 上班之后 我才知道老板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一看到你的简历就想要留下来 当初我是班长 你是团支书 和你搭档干活很轻松 我很欣赏 苏又薇抿了口咖啡 看向对面的我 我笑了笑道谢谢 当初苏又薇追我的事情 全院都知道 只是柳如烟太过强势罢了 又加上奶奶的病情 我逐渐和苏又薇越走越远 纪博达你不用紧张 我依旧爱着你 但是这次招你进来 只是因为看中你的能力 我不是色令之婚的人 这句话把我逗笑 和她的气氛缓解不少 我们一起吃了几顿饭 才知道当年奶奶生病 她曾找过我 但那时候她刚刚创业 小挣了一笔钱要给我印记 没想到当晚投资方就撤资了 理由模糊到现在才弄清当年 是柳如烟在丛中作课 如果没有柳如烟 我不是熊猫雪 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同事之间融洽的氛围和关心 让我心懒了起来 让我明白我并没有失去一切 反而收获了另一个春天 这天下班 我又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 我条件反射 想要挂断 但想起公司的业务 犹豫几秒我还是接了起来 接通后那头 想起熟悉的嗓音季伯达 我沉默着 柳如烟见我没挂 轻轻松了口气 小心翼翼地开口季伯达 我知道你现在还在生我的气 奶奶的事 是我不好 我向你道歉 明天柳氏会举办一场周年庆 到时候我会向所有人宣布 你是我柳如烟的丈夫 以前都是我混账 现在我想要你走 周年庆只是个开市往后 我会对你更好 我刚毕业就和柳如烟在一起 但众人只当我是众多情人女人 照之急来挥之急去 那场婚礼是我奶奶 临终前最大的心愿 柳如烟逃婚我成了整个城的笑话 众人好不容易要忘记 现在又要被她重新提起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自私 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一瞬间我觉得 我爱了半辈子的女人不过如此 我不会去的 柳如烟还想说什么 被我发干电话 但最后我去了 苏又威和柳氏友 财务上的对接合作 之前的助理临时有事 我欠苏又威很多 这个人情我不能不活 宴会现场我一直跟在苏又威股 柳如烟看到我身旁的苏又威 整张脸都拉下来了 但在我面前软性语气 你不是说不来吗 我来工作 但柳如烟显然没把我的解释当分实 她固执地认为我对她还有心思 她就是你的老板 真是年轻有名的 柳如烟将矛头对准苏又威 周围都是人惊也都耳闻 我和柳如烟的事情 此时都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 我促起眉更加厌恶柳如烟 我端着酒水准备走 被苏又威拉住手 她端着酒杯朝柳如烟须点了点 露出得体的笑容 刘总谬赞 柳如烟气得咬牙切齿 看着我和苏又威拉在一起的手 也冒火光 就在她要发作使我走了 我不想和柳如烟纠缠缠在一起 更不想给苏又威找麻烦 柳如烟几步追上想要拉我的手 被我狠狠甩开 她眉目促起语气失落 就是因为她你才要离开我 我冷着脸什么也没说 柳如烟死不悔改 那我也不必浪费口舌和精力一遍遍重提 她深吸几口气固执的可怕 无论如何今晚我都会宣布你是我的丈夫 至于苏又威 我能知道了她一次就能治第二次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柳如烟 她就是暴躁护士的狮子语气强硬 你可以试试 我充儿不闻大不了同归于尽 柳如烟没有和我多待 今晚是她的主场自然有很多事要忙 我刚转身就看到了不知占了多久的一腾城 她恨恨看着我二话不说 就将我拉进了卫生间 刚才的话她都听到了 进了卫生间一腾城看了四周环境 将最外面的门关上 咬牙切齿看着我 奶奶死了作为男人也结诈了 居然还能跟柳如烟继续纠缠 你怎么这么死不要脸呢 忠气十足用词 粗俗不向病人 我朝她灿然一想 毕竟如烟是首富吗 多少男人想要拥有她 你不就是其中一个吗 一腾城经不住激怒 很快朝我发 继伯打我劝你最好 现在就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嘴角积笑等我和柳如烟结婚 你们对我怎么样 劫杂了我和她也会用很多办法回事 奶奶的事情责任也不在她 我凭什么不能和她在一起 你知道的就这些 一腾城像是找到了某种优越感 得意朝我笑着 你们举行婚礼那晚 如烟知道我是故意的 但还是愿意来找我 葬礼上你说你奶奶死了 如烟也有所怀疑 但她下意识就否定 不愿意相信 就连我挖骨灰的时候 都是她默许 你知道为什么如烟 就是这样自以为是的 只相信她所看到的 你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只是她习惯了你在她身边而已 一腾城露出抹胜利者的微笑 你以为去葬礼和墓地都是巧红吗 当然不是害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只有我才能给你输血 一腾城不知道被哪个字戳中笑的 疯狂笑了起来眼角还笑出了泪 因为我不是熊猫血啊 美女我不会死 为什么我气得双拳钻戟 不是熊猫血如烟又怎么会这么重视我 所以五年里无数次的输血 都不过是一腾城的争宠方式 我气血翻涌关掉录音 照着一腾城的脸狠狠打了一拳 你干什么 我二话不说接着打 一腾城发出尖锐的惨叫 很快引来了周围的人 你们干什么柳如烟快步走过来 将我从一腾城身上拉开 一腾城柔弱的拳在地上朝柳如烟哭喊 解好疼了流血了 不等一腾城说完我就举着录音 声音播放到最大确保全场都听得懂 满是寂静而后轰动全场 周围媒体闪光灯向条发光的代表 媒体动作迅速不等会场里的工作人员动物 已经全部发到了网上 一经发出引起舆论轰动 柳家的经济受到强烈的负面影响 一夜之间损失了好几回忆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一腾城 你居然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我能感受到柳如烟的悲愤 一腾城和他是自小到大的情分 这么多年的相处照顾 早就把他当得比亲生弟弟还轻 听说他是熊猫穴跑遍了无数城市 从本就寥寥无几的人中 选中我这个各方面都不算差的大学生 一腾城崩溃大哭 想要去抓柳如烟的手被他一把推开 滚我永远都不想看见你 柳如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这么重的话 他如遭雷击站在原地 反应过来抓住柳如烟的手 柳烟姐都是他骗的他 你相信我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血型的事情一测就能知道 你要我当场抽你的血吗 柳如烟动了怒气 几个护士真就上前要抽他的血 一腾城下的病发昏厥送去了医院 我无视柳如烟歉意的眼神转身离开了会场 一场好好的宴会最终变成了一场笑话 一腾城被送进医院找到了行血的人输了血 他躺在病床上吵柳如烟唱歌 柳如烟都没有任何表情 还把他送到国外娶妻生子稳固柳氏 一腾城哭喊着不去寻死命 不知道柳如烟跟他说了什么 大病了一场最后选择去了国外 柳家的事情很多人都盯着 我不难从朋友口中知道 但是这些都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业务的拓展 我准备和苏又薇一起去国外 暂时远离这片令人伤心的故事 柳如烟闻讯赶来 我已经拿着登机牌准备了 也走好不好柳如烟眼底满是卑微 我从未见他露出这副狼狈的样子 我错了错的离谱 如果不是我的纵意 一腾城也不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你也不需要亏损身体被迫输出那么多的血 我知道他是真的在唱我 也是在诚恳地向我认错 但一切都太晚了 我对他无话可说 只是拉着箱子往前走 柳如烟朝我跪下激进卑微 纪伯达我错了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奶奶的目的我会重新挑选 孩子我们以后也会有很多很多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们重新开始了 你理理我把纪伯达这样 我会受不了的 我顿住脚步看着柳如烟 他却以为我同意高兴地抹掉泪战起身 可我接下来的话 让他如遭雷击久久不能回神 我说柳如烟在目的的时候 我是不是说过你会后悔 你那时候哪怕听进去半个字 我们以后再遇见 或许还能好好打个招 而现在我们最好永远也别见 我没有再看柳如烟一眼上飞机 脑子像是走马灯一样 飞速闪过着难堪的五年 如果不是因为我奶奶 或许不会死 我也不会落到结痂的下场 这些都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心脏毫无征兆的迅猛跳着 这是输血流下的后遗症 每次我情绪波动大就会有 就在我要喘不上起来的时候 旁边一直温暖柔软的手 温柔拉住我的手 喝点热水别害怕 明晚我们就能开启新的人生了 有我陪你 我看着身旁的苏又威心里暖意 穿爬全身 是啊从此以后我的人生里 再没有柳如烟和伊藤城 我会重新开始一切 二十年后我终于愿意回复 所谓静香情窃 就是我落地机场时 拉着苏又威的手 做了好几次深呼吸 突然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 男人面色惨白 头发半白身体噱手 虚弱地跟在一个外国女人的身后 女人嫌她漫步式回身训斥 到后面直接上车 把她一个人丢在机场 我想要当没看到 但伊藤城先一步看到我 她先是诧异而后狼狈驳审 从我面前讨也试得匆匆走 有柳如烟在伊藤城 不至于被人欺负成这样 但这个想法 只在我脑子里飞速过来 就抛到脑后关我什么事呢 我去奶奶的墓地 给她上了住行 聊了我跟苏又威在国外的事情 说苏又威对我很好过得很幸福 叫她不要担心 嘴角不时扬起幸福的微笑 我待了将近三个小时 看了眼时间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突然周遭想起一丝一动 我吓了一跳顺着声响看过去 只有一排排整齐个墓 其他什么也没有 我转身走了 藏进了远处的一个墓碑后面 足足过了十分钟声响处 才走出个人影 是柳如烟 她的头发已经全白几倍微微勾楼 不似从前自信从容 柳如烟的手轻轻触碰 奶奶的墓碑难难自已 隔得太远 我没听清也不想听清 但脸上的回忆 我看得一清二楚